早上五点半 我们现在要去赶地铁 争取上午去 然后晚上都回来 我们现在已经下了高铁 赶紧去公堂 我们现在来到了河北的里县 我们待会儿来找一些做马甲的工厂 好了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特别老 特别旧的一个什么皮草展厅 这应该是一个区画市场 因为我看都已经翻会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厂家在这边做 河北在全国内也算是一个比较知名的 在做皮草这一块 这条街就叫皮草街 这里面是一个羊皮的一个仓库 哇 全是羊皮 羊皮得已经不能要了吧 那边放那么贵 咋不用呢 卖不掉吧 卖不掉 卖不掉 这都是 可能是新疆 新疆吧 新疆的羊 哇 那好几万张皮吧 估计 新疆呢 丹麦呀 它都是海洋气候 海洋气候 它都是吃鱼 吃鱼 所以说 这个水雕的是吃鱼 水雕的好 那咱们中国养的吧 吃的这鱼质量不好 鱼质量 不鲜 也就是不鲜 鱼质量不好 所以它的毛也不好 这还真讲究 你来了以后 你跟吕游一样 你要找很多知识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都不懂 所以说 不过来看也不行 不过来看 照片看的都是假 这个多少钱 这个八十块钱 这个八十块钱 八十块钱的好平 这个属于啥 这水雕 水雕 水雕叫船毛那一方 船毛那一方 这个算是级别算是好的吗 对呀 级别好的 级别好的 级别好的六百 六百 有点点紧 兔毛 刚那个老爷特别萌 一拉到我们去到我们看他的帽子 这是挺好的 那个老爷的网名叫快乐老头 嘿嘿嘿 好萌 好的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家工厂的仓库 这家工厂呢 专门做这种中老年的这种马甲 之前雪里萱的一个视频 我在里面测羊毛的时候拿了一个马甲 然后就很多人要那个衣服 我就找了好几天 然后找到了那个大哥了 他是一个批发商 他不是做工厂的吗 所以他没有什么多货 然后他又让我来工厂那边 我今天又来了这边 找了很多家工厂 买了好几件对比 所以说这家工厂是我们觉得羊毛最好的 然后价格相对也算是性格比较高的 这种呢就是爸爸们爷爷们奶奶们 奶奶不适合 爷爷爸爸特别适合转 特别保暖 因为他的皮都是羊皮毛一体的 这家是我们感觉从价格也好 特别是这个里面那个羊毛的一块 当然呢它每个等级都不一样 你如果说买更高的价格更贵的 它肯定还有更好的 当然他们家也有真皮真毛 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狐狸毛啊 各种毛 那不一样 我们是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 选一款性价比最高的 因为你们也不没有什么钱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没买那么很贵的 所以这一款是真的是 我觉得性价比各方面都没有问题 你们是真的没有去过工厂啊 特别是说有些孩子 家人条件特别好的 哎呀整天又是庸庸华贵 我觉得一切都应该是像电视 像CCTV里面那样的 工厂的仓库就这样 我们这个线头计划 看这些是产品本质 我们不是看说就像一个人一样 他丑他就不行 我们只看货 我们不管工厂是谁 或者品牌方到底大不大 我们无所谓 东西好就是好 这是硬道理 我们跟厂里面老板谈了一个 很商业的合作 我之前在微博上呢 问等一下有多少人要 我看有好几百个人 所以呢我们就谈说 200到300这个样的服装嘛 就是你一定是批发的越多 越多越便宜 批发价是100块钱一斤 然后这个价格呢 是必须得我们能够卖到 三百元左右 如果卖不到的话 价格还要回去 没办法了 当然那不是说一定要大家来买 我们本身就没有计划 快过年了还要卖这个东西 自己要不是之前很多人来 现在还在很多人 能够私信说要这个马甲 这个都不是我们 线头计划里面的任务 所以我们也没想说 靠这个马甲又大赚一笔 真的有需要的 你们来买 没有需要的 真的不要为了说 照顾我们家 光顾我们家 光顾我们的生意 这不是我们的生意啊 就是顺带的事儿 如果你们觉得适合 或者说爸妈会喜欢穿啊 就买 如果他们可能根本就不喜欢穿这种东西 就不要买 不要浪费钱 有点钱自己去买好吃的好不好 为了保证我们每一件的质量啊 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会进一些货 然后因为这个必须是我们来进货 我们要承担这个自检啊 库存 以及售后 所以这个问题是工厂他们做不了的 这个只能是我们自己来做 这个活真的没人愿意干 所有的电商 失败 全部失败在于库存这个问题 我相信很多业内你们懂的 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那个实力来做库存 希望大家能理解 我真的是没办法 我们现在也没有人 你看今天又是吵架我们俩 饿料10天但也没吃饭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预售 肯定会有退货的什么论钱吧 但没关系 我们会承担一部分风险 因为毕竟我们要做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还是想尝试一下 这种妈妈穿的这种有好多颜色 里面都是整张羊皮 它有这种直接暴露在外面的这种 这里面就是直接就是羊的皮 然后这个是它直接长上去的毛 这不是贴上去的 不是沾上去的 直接长上去的 这就叫羊皮毛一体 保暖性更强 比那种普通的羊毛 然后沾那一块补料上的 要更好一点 我觉得红的可能更好看一点的 喜庆 这个就特别像的 《中央传》里面是吧 非怎么穿的 妈妈可能穿起来有点老气 但是奶奶们穿是没有问题的 是可以把整张拆掉 因为洗的时候不一定会去洗羊毛 洗外面那个蜜儿就行了 万福今安 这种颜色就是奶奶们会愿意接受的 这件呢 所以我觉得特别适合阿姨来穿 虽然红色但是我觉得喜庆嘛 而且如果你特别怕太高调的 可以穿在里面 反正这马牙都穿在里面的 毛是一样的 跟那个男士的毛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体的 我们就来卖这两件 一件男款一个女款 搬了一个帽的 雷封帽 戴英泰康 很少女的吗 好好看 他给弄上去的 很暖和 昨天晚上我们差不多一点多 快两点才到家 还买错了活着票 买票买错了 买成早上九点了 我们等了两个小时 发现原来是早上九点的浪费了一百多块钱 我们看了好多家 因为那边一条街 选了三家 各有特色 这第一件呢 就是之前我在那个视频里面 你们看到的 河北那个大哥 他卖的 它外面是羊皮的 然后包括拉链呢 都不错 不好在哪呢 它里面这个毛啊 你可以看到是这种方块的 你以为是设计是吧 羊毛剪完了以后 剩下一些边角料 然后把它拼成这个四方格子 这种小格子 因为这边角料中间呢 保暖性没有那么好 但其实也差不了多少 不好在这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淘汰了 尽管它外面是羊皮 我们也把它淘汰了 这一件呢 它是面料的 然后里面呢 是整羊皮的 只说这个颜色没有处理干净呢 观感上看不太好 实际上保暖性都很好 所以这是一个缺点 这种马甲本身 这个面料就不需要非常好 但它这个太差了 差得像一叶薄纸一样 所以我们把这个也淘汰了 最后定的是这一件 款式是一样的 外面呢也是布料的 但它这个布料呢 相对就厚实一些 然后里面的羊毛呢 就更重要一点 这个羊毛你可以看它很白 而且它的整张的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因为我们看了很多家 他们要么就是拼的 要么就是说不是很白 另外呢 还有一种国内的羊 国内的羊 它没有国外的羊好 这个又说国外的圆 月亮大月亮更圆 是吧 中国的羊啊 它的毛不是很好 弯的卷的 澳大利亚 什么新西兰是吧 它们的羊皮羊毛特别好 这种都是进口的 中国本身就不是很擅长 采羊毛羊皮 正常的羊皮的话都是进口 就是说你不要觉得这种 RVT进口 你觉得好贵啊 好好啊 好高档啊 并没有 这种东西就是靠进口的 这个毛呢是叫羊减绒 就是本身羊有一层皮 然后皮上面有很多毛 这个毛呢很长 他们把这个羊皮买回来以后呢 会先剪一层下来 这种呢就叫羊皮毛一体 可以从这个切面看 有毛孔的 这个才叫羊皮毛一体 这个羊毛啊 闻一下就有那种羊肉的味道 呵呵 因为它本身的羊嘛 确实有一点点味道 倒不影响穿 洗一洗啊 晒一晒啊 这个应该会消很多 然后最关心的就是 很多人会说这个羊毛会不会掉 这是羊长在身上的毛 不是贴上去的 是羊本身长 然后连皮一起 特别残忍 这个毛如果你用手真的去拽它 那肯定能拽掉 但是穿的话 掉的很少 然后特别厚 有一点点问题 穿在里面呢 可能显得有点厚 这个毛皮已经非常厚了 它外面那层面料 里面还有一层夹尘 哼 我这种农村人 我就觉得这种厚 特别保暖 这个看需求啊 如果说你们那个地方 不是非常冷 那可能买这种东西呢 就有点多余 因为它太厚了 你穿上去 都不会透气 因为它是羊皮嘛 你想一想 我们跟商家谈了300件 所以到时候 我们会把它买来 放在我们工作室 我们一件一件来挑 我们现在真的没人 就我们两三个人 我们可能很难保证说 每一件都是完美无缺的 它的做工呢 是没有问题的 有线头的 我跟你说清楚啊 别到时候你们说 哎怎么我整天说别人有线头 哎我们也有线头 哎我们这个线头计划 是不是所有的衣物都有线头啊 如果你们介意的话 我真心不介意你们去买 这些线头那么有的话 你们回去以后 让妈妈把它剪一剪处理一下 会更好一些 有一点我们可以保证就是说 我们会买回来想剪裁一遍 比如说有开线的 掉的缺口的 这个我们会剪裁一遍以后 再发货给你们 如果说真遇到问题以后 一定要来跟我说 给我们客服 我们会请我们的朋友 来帮我们兼职几天客服 如果觉得不合适 或此码任何问题 都可以来退货 可以退货七天退货啊 但是别洗了 一般衣服洗了以后都不让退了 然后如果说爸妈不喜欢的话 也来退 别觉得说我们不容易 我们挣不到钱 你就别退货 就留着吧 别 我们开店我们卖东西 不是为了博同情 再跟大家说一遍啊 我们再穷 我们也有穷的 也要有骨气 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去骗大家 里面这个羊皮是用手缝上去的 这个不是说做工多么高级 因为这个羊皮很厚 它用针缝可能更方便 这两件呢 我们进货都是100块钱一件 但是是我们在预定300件这个情况下 才是这个价格 如果说卖不到300的话 他可能会给我们加个5块钱啊 加个10块钱这个样子 当然这个你们也不用管了 我们到时候再看 计划是给大家包邮 我们现在定价了125 去到邮费 我们应该有10块钱的利润 这10块钱的利润算是我们差旅费啊 各方面 看情况吧 如果卖的多的话 搞不好可以更便宜 我们现在真的没有钱来存货 所以说 你们如果想买的话 去我们的淘宝店 我们的淘宝店呢 叫本贸门师部 我们现在需要预订 我们看看预订多少 然后我们再来进货 然后给大家发货 所以说时间可能有点慢 希望大家理解 我们这个毕竟不是我们自己工厂生产的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赶货 那另外呢 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这个线头计划呢 主要是在求人各地去筛选一些工厂的一些产品 所以说这个视频跟本贸测评呢 是不冲突的 然后他们两个呢 也不是一档节目 本贸测评呢 我们会继续更 每周呢 能更一到两期这个样子 这个视频呢 是偏记录式的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呢 我们会拍下一些当地的一些情况 主要是想要大家真实的 清晰的去了解这种工厂 然后这当地的一些氛围环境 其实我们拍起来很累 成本很高 比我们节目的成本还高 一年多了 第一次出来卖 心里还蛮紧张的 万一有网红来突然订我们100件 然后突然给我们退回来 我们也很难过 听天由命吧 呵呵 这次是非要联系的 那是非要联系的 也有点好 会不会有什么 没什么 鞋子 已经来得到 分析了 你